欢迎来到我们影视娱乐档中央节目 今天我们有三条精彩的新闻要和大家分享 首先我们要聊聊最近被下架的五部电视剧 每一部都被观众批评为侮辱智商的作品 真是让人不禁捧腹大笑 接下来我们将带您了解 目前正在热播的五部电视剧 其中孤舟排在第三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追这一部呢 最后我们要谈谈金曲歌后孙胜熙 他最近在练舞时拉伤了腰部 但依然大方素颜出镜 甚至连内衣都没穿 吸引了23万人次观看 真是让人佩服他的勇气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腾讯 第一部风神演绎 评分3.3 主演罗晋 王立坤 邓伦 这部剧对古典名著 风神演绎的改动太大 完全不尊重原著 剪辑技术含量低 服装道具也让人无语 剧情更是把观众的智商 当成复数 演员的演技也很差 尤其是于和伟和何杜娟 罗晋也被带沟里去了 第二部雷霆战将 评分2.1 主演张云龙 高伟光 赖雨萌 剧中服装 光鲜亮丽 演员们皮肤白皙 手榴弹可以当烟雾弹 还具有榴弹炮的威力 简直刷新了抗日神剧的下线 第三部东八区的先生们 评分2.1 主演张翰 王小辰 杜纯 这部剧让人失望至极 情节设置科技感十足 但剧情走向和台词 让人感觉编剧张翰一直在耍帅 人设不落地 第一部四海众鸣 主演景田 张灵鹤 关红 男帅女美 感情双向奔赴 兄弟情深 不搞三男一女 没有误会 是一部很受欢迎的仙侠剧 第二部少年 白马醉春风主演侯明浩 何宇 胡连心 感情戏太多 夜顶之的恋爱脑 让人无语 打戏也不尽如人意 第三部孤舟 主演曾顺熙 张颂文 陈都灵 前五集主角智商较低 剧情需要提升 陈都灵川旗袍很美 但剧情让人感觉无头脑马力苏的操作 第四部冰雪瑶主演高伟光 欧阳娜 董思成 男主演技出色 女主颜值符合角色 但最后一集打戏太假 第五部法政先锋六支幸存者的救赎 主演黄宗泽 袁伟豪 蔡杰 剧情水分太多 警察不查案 与死去同事的妻儿同居 法医上班不谈工作 下班聊案情 让人无语 腾讯 陈思成和刘浩然主演的解密 对卖家的原著小说 进行了多处改编 电影一开场 容金珍的数学天赋 遗传自奶奶容又英 而原著中详细讲述了容又英的故事 容金珍的数学天赋 在电影中通过一封信引出 而原著中则更为详细 容金珍的求学之路 在电影中被简化 而原著中详细描写了 她的跳级经历 容金珍身体虚弱的原因 在电影中归结为超负荷的脑力运算 而原著中提到了梨花水和肾炎 容金珍进入701的原因 在电影中是帮助老郑完成破译 而原著中是养父小李李的推荐 紫密的破译方式 在电影中通过梦境找到 而原著中容金珍单凭一人之力破解 容金珍的爱情 在电影中贯穿全片 而原著中描写较为隐晦 最终结局 在电影中容金珍用浪漫方式结束生命 而原著中被黑蜜折磨疯了 联合新闻网报道 孙盛熙刚刚荣获第35届金曲讲华语歌后 即将在11月首次登上北流舞台 早鸟票已经全部售庆 他在签票会上表示 非常感谢粉丝的支持 但前阵子因练舞拉伤腰部并患上感冒 让他躺在床上两天 身体的脆弱让他感到沮丧 经过休养和复健 他的状况有了好转 逐渐恢复舞蹈课 他表示 北流和小巨蛋一样是指标型场地 对票房感到紧张 目前歌单和嘉宾已经大致确定 他还笑称 自己抢到了早鸟票 打算留给爸爸 但爸爸因顾虑身体状况 暂时婉拒 孙盛熙也表示 自己正在慢慢适应歌后的头衔 并尝试拍摄搞笑短视频 展现私下的自己 他预告11月9日的演唱会服装尺度 将突破过往 门票将于9月10日中午开售 联合新闻网报道 民事综艺大集合日前来到桃园巴德 节目一开始 胡瓜介绍了 巴德天后宫的妈祖圣诞烟火秀 并自制了气球鞭炮的游戏关卡 吸引了来自桃园地区 不同学校的参赛者 美队派出一位代表拉动绳子使气球爆破 描述内剩下的气球与胡瓜出的数字最相近者获胜 比赛过程中气球连续爆破的声音增加了难度 胡瓜也称赞参赛者们的不义 接下来进行了许久未登场的欢乐不倒翁跳远版 参赛者需要在晃动的平台上保持平衡 平台的距离会随难度增加而越来越远 胡瓜要求参赛者助跑时配合音乐加入舞蹈动作 严又廷在比赛中成为黑马 超越了记录保持人郭忠佑的记录 跳出400公分的成绩 高额奖金吸引了在地高手 以475公分的破记录成绩赢得奖金 联合新闻网报道 罗时锋与侄子张敏慎疑似闹翻 2019年两人合力经营的YouTube频道 罗时锋DL不务证YA拥有超高人气 然而罗时锋所属的不务证业娱乐公司发表声明 宣布影片将于11日下午全面下架 引起粉丝哗然 稍早影片已全部下架 频道更名为不务证YA 职子出租中 罗时锋与张敏慎经营该频道5年 累计78.6万订阅数 罗时锋因职子的话外音被封为国民孤障 在年轻人中成为话题 张敏慎在脸书发文称自己是频道所有者 外界猜测双方对于是否继续经营频道没有共识 罗时锋跳槽到公司另一个YouTube频道大牛比较懒 张敏慎则转发过去合作店家声援的影片 表示虽然自己的笑声很讨人厌 但这笑声曾鼓励过很多在绝境中的人 经济日报近日盛传庞景峰与艺人刘温馨拍拖数月 但因庞景峰母亲郭秀云不接受刘温馨 未免令母亲不悦 所以庞景峰被迫低调 郭秀云刚在印尼与海洋科学家一起潜水做科研 看到报道后表示 真记得但笑 他称一向不会回应关于儿子的恋情 但不想传闻传到大家当真 以为自己如此古板棒打鸳鸯 所以一次过回应 他还表示自己从未见过刘温馨 儿子也未带过回家 所以不存在不满意的情况 他尊重儿子的选择 郭秀云趁身在印尼时 朋友传来周刊封面给他 看后不禁笑出来 其他外国科学家还以为他在看水底片 而如此开心 经济日报报道 巴黎奥运跳水女子三米版决赛 由国家队陈奕文夺金 银 同牌分别由澳洲选手 坚妮和国家队另一选手 昌雅妮获得 赛后 陈奕文与坚妮在等待上台 领奖前积着恩断 工作人员上前提示 即将举行颁奖礼 他们才稍停下来 陈奕文人员不俗 跳水乐之外语言能力也十分强 因此与各国选手都能沟通成好友 早前陈奕文在女子双人三米版夺金 当日他更公主抱 拍档昌雅妮身旁的美国选手 躯客张开大口 似乎相当惊吓成网上热化 陈奕文夺金后 更分别以普通话 广东话和英语受访 一口流利英语让不少网民赞赏 甚至连陈奕文的妈妈孙明音 也称意想不到 被女儿吓到了 腾讯近日网友爆料称 知名女星前夫 詹浩里以低价销售学区房为幌子 供诈骗近200户家庭 将近9亿购房款 案件于8月8日在北京开庭审理 此前网友执拗的穆先生曾发布微博 晒出立案决定书 称詹浩里涉嫌诈骗 自己是受害人 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 于2022年1月决定 对詹浩里公司涉嫌合同诈骗案 进行立案侦查 贡清城公司成立于2018年 已于2024年5月17日被吊销 8月8日 该案件在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开庭 案件主犯詹浩里 及同案犯道庭受审 受害人代表也出庭旁听 庭审中提到 詹浩里背着前妻王立坤用赃款嫖娼 每次支付 嫖子1万元到10万元不等 数额高达几百万 詹浩里对此供认不讳 还办理了好几张身份证 用来转移和隐秘赃款 腾讯 七夕节刚刚过去 明星们纷纷用各自的方式 庆祝这个浪漫的节日 赵丽颖一早就发布了自己穿着蓝色无袖连衣裙的美照 她在电影领域的表现也越来越出色 拿下了百花奖 最佳女配 成为冯小刚电影的女主角 刘一飞则选择给好友惠英红送花 并在社交媒体上晒出三人合影 感谢惠英红和吴燕淑陪她过生日 黄子涛和徐一阳被偶遇在环球影城游玩 两人手牵手 幸福满满 而蔡依林则以现代之女的形象亮相 穿着大露背礼服 美得让人惊艳 杨颖也晒出了一张白衬衫的美照 虽然流量不如从前 但依然美丽动人 星岛日报 在巴黎奥运女子乒乓球队的比赛中 王曼玉、陈梦和孙颖莎 携手为中国队夺得金牌 25岁的王曼玉表现尤其出色 他出身于黑龙江一个普通家庭 父母为了支持他的乒乓球事业 不惜卖掉老家的房产 并辞职照顾他 王曼玉从小身体瘦弱 为增强体魄开始接受乒乓球训练 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 让他在东京奥运会上 以替补身份夺得金牌 如今他在北京购置了房产送给父母 以报答他们的辛劳和支持 王曼玉的孝顺和努力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榜样 联合新闻网 58岁的胡文英虽然已接近花甲之年 但依然保持着火辣的身材和动灵的容颜 他最近在脸书上曝光了一组埃及艳后造型的写真照 终于接受了长期以来的写真拍摄邀约 照片中他大胆穿着钉字裤和少量布料 展示了完美的屯形和若隐若现的神秘三角洲 胡文英一直以来作风大胆 之前在金门旅游时还因猜拳输掉 而拖到只剩内衣库引发网友大笑 他的自信和勇敢让人们见识到了岁月无法掩盖的美丽 联合新闻网 莎莎与男友爱情长跑多年 昨适逢七夕情人节 她在WePlay Cafe夏日咖啡车限时快闪活动 担任一日店长 忙得不亦乐乎 她与现场玩友们大玩你话我猜游戏 并亲自准备饮品 她笑言WePlay的小游戏有种神奇魔力 让她常常下班后沉迷其中 一晚就是两个小时起跳 谈到七夕如何度过 她透露与男友开闲苏姬派对配奥运比赛 激动地表示自己最近都在电视前为台湾运动员加油 莎莎还分享了在路之害 营业中第四季时的艰辛 尤其是在炎热的夏天 保持外表整洁和不大擦汗是最大的挑战 她也提到自己成功考取烘焙正照 透露背后下了不少苦工 烘焙一直是她的热爱 甚至曾开过一家咖啡厅 联合早报 导演王晶在新一集《王晶笑看江湖》中继续爆料 指出周星驰早在拍摄《唐博虎点秋香》时已有很多想法 但真正成为片场暴君是从少林足球开始 王晶透露 周星驰当年为少林足球苦寻投资者 林小明愿意接受不平等条约 最终合作不欢而散 此外 王晶还讲述了周星驰与红金宝因功夫发生冲突的经过 由于美国哥伦比亚公司施加压力 要求周星驰尽快完工 红金宝因求一半途离开片场 周星驰立即召开大会换人 直接请红金宝不必回去 最终由袁和平接手拍摄 王晶认为整件事本可以处理得更好 让大家都能好下台 联合早报 76岁一代台港影坛小生秦祥林 曾是七八十年代红极一时的电影男主角 与秦汉林青霞林凤娇合称双琴双琳 后期他返回香港发展 与红金宝成龙等合作拍摄一系列五福星经典喜剧 直至1992年淡出大银幕 并移民美国至今超过30年 近日有网民在加州洛杉矶偶遇秦祥林 发现他虽然满头白发 但依然保留着古铜色肌肤 与高大俊秀的外形 连太阳眼镜 极花絮衫的造型也40年不变 依旧风采依然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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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